31号的上午在花莲迷你国小 附设幼儿园前 由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 花莲分会举办的一场捐血活动 特别祭出了捐血送连锁超市的礼券 获得了花莲相亲的热情响应 250cc送300元 500cc是送600元 活动从早上9点半开始 8点半不到就民众来排队 花莲兼血站也出动了两台捐血车 来缓解乡亲等待的时间 疫情影响减少民众捐血意愿 31日上午在花莲市民里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花莲分会 特别举办捐血就欠你一个 特别祭出天进民生需求的全联礼券 只要捐250cc就送300元礼券 捐500cc则送600 活动早上9点半开始 8点半就有民众来排队 你是今天几点开始来排队 我8点半 我8点半就来排队 对对 我想说今天应该会有很多人 真的蛮多人 对对对对 自己平常有没有在保持捐血的习惯 之前有 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是第一次疫情后第一次 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华联分会 这次募得12万元350份的全联礼券 加上礼券送完的等值赠品 成为后疫情时期另类的加码振兴 专科班校友总会理事长罗瑞达 也专程从台北来华联参加排队捐热血 专科班校友会除了我们的关怀互助以外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团结精神 带领到这个社会 给社会带着以正能量 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祥和 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安康 那我们今天动员的志工大概也有20多位 那当然是以专科班退休的校友为主体 那当然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大家百姓来参加 那今天早上应该是9点半开始的一个活动 我们在8点半的时候就发现人龙已经排得蛮多的 那我们这次送的礼物相当好 我们送的是全联礼券 那为什么送全联礼券呢 是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要贴近人民的需求 华联捐血站也出动两台捐血车 帮助民众缓解等待的时间 我们捐血呢至少要带一项证件来捐血活动 最好是身份证 那如果没有带身份证 健保卡或者是驾照是可以的 另外呢前一天要睡饱 然后我们早餐呢 或者是等一下是比较晚过来的朋友们 记得我们离捐血的时间 用餐到离捐血不要差过4个小时 然后最近两个礼拜内如果有服用药物 或者是说有打针的 可以先上我们台湾血液基金会的官网 或者是爱捐血的这个LINE的官网呢 可以查询一下是否可以捐血 以免说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还要再返家一趟或者是今天不能捐血 华联捐血站表示 目前华联血库安全库存量仍不足7天 尤其A型跟O型都不到5天 感谢这次陆军官少少友会的搭力宣传 获得民众热情响应 也希望华联相亲的热血 可以持续缓解帮助缺血的问题 记得蒋方言华联士报导